气温逐渐回暖 让蔬菜的生长期缩短 市面上叶菜类供应量增加 导致有菜王支撑的高丽菜 价格相对疲软 批发价每公斤只剩下了五块钱 园林县就有农民干脆把一公顷的菜园 统统开放给民众自采 一颗高丽菜只要十块钱 吸引大批民众前往 清脆多汁高丽菜又来到盛产期 放一望去绿油油一片 但一旁青农却笑不出来 因为功过于求 市场批发价每公斤只剩五块钱 干脆开放民众自采 吃粒这样开多少钱 不胜吗 不胜啦 不敢相信新鲜的高丽菜 有时一颗贵到上百元 如今自采一颗只要十块钱 超佛心的价格 一大清早就吸引民众来摘菜 我的猪来吃 我的做泡菜 摆在那里干的 不论是要新鲜直接吃 或是分送给亲友弱势团体 来采收的民众 也希望可以多采一点 让农民的损失可以减少一点 云林县自从向亲农 在脸书贴出公告 18号19号开放自采 预计下周翻根整田 每采完的将变成天然肥 民众可以趁着周末 享受一下田园乐趣 还可以吃到盛产可口的高丽菜 事故正义云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